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好了 你得跳完 可以了 我觉得 这可以了 可以了 反正我这个是一个比较柔软的胖子 然后我这个可以披个岔 披个岔算什么 那您来 您先来 这是陀老师第一次在幸福来敲门披萨 好厉害 手秀 手秀 以为做主持人这么简单吗 对啊 没有点绝活行吗 为什么这么灵活呀 不是一般的小胖子能做出的动作 是 这个 不是谁都像我这样有天赋 反正就是因为从小家里面就是体育世家嘛 什么叫体育世家 妈妈是中场跑运动员 爸爸是柔道运动员 老爷就是乒乓球教练 哦 你是铁球 我是练柔道的 你也是练柔道的 是 你能把潮汐摔倒吗 我可不容易 来来来来 潮汐只要坚持不倒 能够坚持到十秒钟 我们一起来处处 就算潮汐赢了 好不好 十秒啊 预备 开始 他确实是专业的运动员 专业吗 手劲很大 是 是 是 我已经退役了有十年了快 你现在多大年纪 我现在三十了 三十 二十岁就退役了 是 因为练体育身上有很多伤 最开始接触的是乒乓球 我天生就是个小胖子 把球打丢了的时候 然后就要去跑去捡球 然后但是人家都是跑去的 我是溜的去 我老爷直接说 这孩子绝对不行 随着年龄增长 体重也在增长 记得我小学的时候 就总是受到 就是高年级同学欺负 我就说 凭什么总欺负我呀 你就别吃那么多呗 实际真的不是吃的多 当时我又心里的 我有一个什么遗迹之长啊 他们不怕我 就去找了这个运动 然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还能防身 正好你爸可以当你师傅 你真拿柔道来对付那些小伙伴吗 是的 那不可把他们摔惨了 到时候后来他们就把我 列入他们的行列了 然后就天天去欺负别人了 就是你助纣为虐了是吧 实际我也于心不忍的 什么时候倒的150斤 小学五六年级 小学五六年级 我如今才150 小学五六年级就100斤 什么时候倒的200斤 这个具体的时间啊 还不太 什么时候突破的300知道了吧 可能是六七年前 平时在生活当中 我们都会问那些小胖子 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困扰 但你比较灵活 你应该困扰没有那么多吧 实际困扰也挺多的 有一天我就是想帮父亲插插地 然后真的当时我用了全身的力气 然后把家里的地就是打扫得干净 然后马上就要躺在床上睡一会儿 就是体力不值 然后抵抗力也会下降 有的时候朋友之间也会拿我调侃一下 但是如果到了真正的时候 就是在路旁啊什么的 就有人偷拍嘛 然后我跟他在一起走的时候 然后他就会为我打抱不平 我会给别人带来痛苦和烦恼